在中国的文化中 孔子所说的内圣外王 说文解字上说正 正也 政治的正 然后正也 正直的正 西方文化中的马基亚维利主义 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等等 都是这一基本冲突的回应 简而言之 政治学的核心逻辑 就是如何用一种充满矛盾的方式 把各种各样的张力 张力 把人类社会的秩序 长久的构建起来 具体而言 这些抽象的理念 就是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 而各种强制性的秩序 就是政治制度 而各种各样的理念 制度 彼此之间会互相争论 竞争 然后各自优化 人类人类历史也就这样螺旋式的上升 但无论是哪种理念 哪种理论 都要回应最基础的原问题 这是我们理解任何政治问题的 理解任何政治问题的起点 在理解了政治和经济的原问题后 纵观人类文明史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贫穷 源自对经济逻辑的无知 尤其中国在毛泽东时代 1949到1979这30年 这句话特别的贴切 我再重复一遍 一个国家的贫穷 源自对经济逻辑的无知 最近这十一二年又开始了 中国人又变穷了 所以最近有大量的倒闭失业 有各种的爆雷破产 资不抵债 法拍房 房地产价格的暴跌 对不对啊 而一个国家的落后 则源自对政治逻辑的无视 对啊 我说过很多次啊 中国的根本性缺陷 中国的政治制度 还停留在一千多年前 对吧 有人说啊 我的观众有的说 不止一千多年 两千年前 对吧 因为你一直在拉末啊 你蒙着你的眼睛 就像一头驴啊 中国没有历史 就叫改朝换代 因为你没有本质的进步 你没有跃升 是吧 你没有提升 对吧 你还是一个独裁专制 你没有进步到 多党制的民主制度里来 对吧 一个国家的落后 我再说一遍 源自对政治逻辑的无视 告别单线成思维 拥抱现代文明 美国文学家 杰茨 菲茨基拉德说 一个人同时保有两种相反的观念 还能正常行事 这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 一般而言 人们很难理解这句话 现在透过复旦大学包老师 对经济学逻辑和政治学逻辑的区分 我们不难发现 针对这句话的参考答案之一是 任何的观念学科都有适用的边界 也就是巴菲特所说的能力圈 每个学科只能处理能力圈内的事情 不光是学科啊 领导人啊 当年的斯大林对农业问题 工业问题 军事问题 甚至对科研 对卫星 对气象 没有他不懂的 现在不也是吗 我们这位是吧 叉叉叉 不是也是啊 对所有的发表指示 出了 比毛泽东可能都多的书 但是都进了废品战了 又成岛成了 纸浆 都是制造一堆垃圾 只是你有权利 别人惹不起你 你真懂吗 你真有文化吗 你懂什么叫治国理政吗 是吧 你天天说错别字 对吧 你连个普通的这个 对吧 你小学水平吧 对吧 可见第一流的智慧的内涵之一 就是告别一种观念 包打天下的单线程思维 面对复杂的人类社会 我们必须使用多元思维模型 来观察 来观察 解释 和实践 常识是抵御洗脑的最有力的武器 现代传播学的研究发现 谣言的传播有三大特征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大众的常识水平 懂得越少 信息越封闭 传谣的概率就会越高 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部长 格培尔说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同样的 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谬误 相信谎言 谬误便会成为强大的社会共识 现在中国不就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 再给大家说白了一些歪理学说吗 根本就不是正确的东西 用错误都不能形成 来形容 就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天天给你洗脑 什么有国才有家 应该是有家才有国 什么大局意识 是吧 为大局服务 应该是为民众服务 为法律的公平服务 而不是你们所谓的大局 那个大局 谁是大局啊 是老百姓吗 是普通的基层的公园吗 一定不是 对吧 为了谁 为一个人服务 为他的大局 对吧 那几亿人 十几亿人 就要倒霉 你的权利 对吧 不管是政治经济 你都会倒霉 对吧 而每一个缺少现代文明 基本常识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 都很容易屈服 成为恶的一份子 不管你是主动作恶 还是被动被胁迫 你都可能成为恶的一份子 你不懂常识 对吧 别人就给你洗脑 你就随大溜 对吧 你就被人家 是吧 伪常识 洗脑 之所以成功 主要原因 就在于常识的匮乏 现代社会 最起码的常识 就是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等领域 最基本的事实 和思维 包括科学史 技术史 以及历史 哲学 经济学 政治学 等学科 掌握了以上各学科的 基本常识 在面对洗脑 荒谬的论点时 就会一眼辨别出 其荒谬性 所谓的一眼假 一眼真 是吧 而非急着接受 或顺从 有的时候是屈从 这便是常识的重要性 拥有了常识 谎言重复一万遍 也成为不了真理 碎片化信息 过剩的时代 能通过系统的人文 通识阅读 掌握各个学科的 基本概念思维 不仅是抵御洗脑的 第一道观 其实也是做一个精神自治 自治啊 自治区的自治 的现代人的最低要求 你看共产党 从毛泽东开始 就特别反感 有文化的人 有独立判断的人 知识分子 所以就是说 毛泽东说过啊 知识越多越反动 什么臭老酒 是吧 把臭老酒要打倒 对吧 他都整 你看不管是这个文革呀 反右啊 都针对知识分子来下手 在延安的王十妹呀 什么胡锋啊 什么这个是吧 吴涵 廖墨沙 邓拓 三家村 等等等等 知识分子一定要整 包括后来的方立芝啊 王若旺啊 什么胡继伟啊 是吧 什么陈一兹啊 对不对 也包括像什么 陈破空啊 王丹啊 对吧 误尔开西 柴玲 大学生里的领袖 意见领袖 或者是知识分子当中的 也包括什么戴晴啊 也包括这个 那个 那个老大姐姓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 写了很多东西 也住在和平街 叫什么 高瑜 是吧 也包括赵紫阳的大秘 那个谁来着 叫什么 去去年去世的吧 叫什么 暴童 对吧 包括这个蒋炎勇 包括高耀杰医生 包括709律师 某种程度上 也包括像爱卫卫这样的人 对吧 这种所谓的右派呀 自由派呀 对吧 常识 按知识类别 可以分为 生活常识 经济常识 社会常识 政治常识 等等 但从建构的基础上来划分 常识有 且只有两种 叫经验性常识 和逻辑性常识 前者构建在人的经验 直觉之上 那么他是拒斥 就是拒绝排斥逻辑的 那么 因此 简单直观 就是经验嘛 经验啊 经验带是 是不是理性 是一种感性的 那么 因此 简单直观 不正自明 不需要证明 我就这么认为的 我就觉得这儿对 我就觉得这儿不对 我就觉得这人好 我就觉得这人不好 对吧 但他只是对个别事物 在观察者经验 范畴中的 事实的判断 这种判断 不能揭示任何的规律 所以相当的一变 就容易变 不稳定 是吧 就跟小孩的脸似的啊 就跟这个 三月的春天的雨似的 不可靠 而且容易自相矛盾 对吧 他这种东西就是这样的 不能证伪 也不能证实 后者 他指的是逻辑性常识 刚才说的是经验性常识 逻辑性常识 建基于 他的基础建立于 形式逻辑 公理体系 可以对经验进行抽象的演绎 和推理 因此复杂 难懂 但他是对个别事物 在演绎者 理论范畴中的本质判断 这种判断 超越经验 抵达规律 所以他异常稳固 往往能超越时空的限制 成为全人类 共通的思考 范式 常识 比知识更为重要 如果要追求一种稳定的 普遍的知识 我们便需要一种 能够超越经验的常识 尤其是奠定了 人类三大知识体系 也就是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的基本常识 几乎每一个学科 都有一本代表作 任何一个普通人 都能通过系统的阅读 掌握各个学科的重要的常识 底层思维 这足以抵得上 疏海万千